我想代表民主黨回應一下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特別是關於第八章第五節 關於塑造健康灣區 這裏涉及一些跨境醫療的安排 裏面有提到幾項措施 包括要鼓勵港澳的醫務人員去諸三角九個城市開展學術交流 我覺得學術交流是一向都可以做的 我們都覺得沒問題 但對於另外的其他措施 因為這個綱要文件沒有具體的詳情 但引發我們很多的憂慮 還有醫護界都有很多的憂慮 包括他這裏提到要鼓勵香港的私人執業醫生 醫務人員不單止是醫生去大灣區九個城市那裏短期執業 這裏我們民主黨是非常擔心這個做法 因為實際上香港在未來十年 包括現在已經不足夠醫生護士和醫療專業人員 如果我們在根本上挽留自己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手 都未做得好 另外在吸納海外的醫生護士和醫療專業人員那邊 又做到不湯不水 今天我在立法會都有問到陳肇始局長 為什麼不考慮開放英聯邦 甚至是英美澳柳加一些國際著名醫學院畢業的 一些資深的醫生護士專業的人員 來香港工作呢 政府都是很抗拒的 那只是說用有限度註冊的醫生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根本現在就不夠人手 向海外呢現在還要求助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呢 這個大灣區的文件 是政府告訴我們 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告訴我們 我們要鼓勵香港本地的私家醫生 醫療專業人士去大灣區找食呢 那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都不夠人手 為什麼要叫香港的醫護專業人員 回去大灣區那裏做事呢 就是我覺得呢 這個政府是很不負責任的 也都是香港公共醫療呢 是爆煲 還有未來呢 根本上是應付不到 香港那個市民那個的醫療的健康的需求的 那情況底下 其實我們是應該要做好這個的把關 沒有理由是現在提供有因呢 去鼓勵那些香港的 我們已經是缺乏的醫療的人手呢 是回去大灣區那裏做事的 那所以這個呢 政府是很對不起香港人 如果林鄭是支持這個 這樣的框架協議呢 其實她是變相成為香港公共醫療 爆煲的一個幫兇 那所以呢 民主黨對這裏是非常之有保留的 那另外呢 就是呢 裏面也有提到呢 就是關於開展非急重病人 跨境陸路轉運服務 那這裏我們本來也是很擔心 究竟是否將大灣區的那些病人運來香港呢 那林鄭今天就說了她說呢 那裏只是限於是本港居民 但是可能在大灣區工作下 生活的那些病人 那這樣才是可以運過來香港的 那這個呢 她能夠講清楚呢 那我覺得都是好事 那民主黨也都認為呢 除非那些是本港的永久居民 否則呢 不應該是安排這一種的服務的 那另外一個呢 我也是暫時不是很清楚知道 究竟政府想怎樣的 就是說要探索在指定的公立醫院 開展跨境轉診合作試點 那究竟這個是不是又是指限一些 是香港人 她在大灣區工作的香港人的一些安排呢 然後是運她回來香港公立醫院那裏 那裏是不是這樣呢 也或是 究竟是將香港人 是要送上去深圳的醫院 大陸的醫院那裏治病呢 那所以這裏也是很不清楚的 那如果是要將香港人 因為香港公立醫院不夠病床 所以推她上去深圳那裏搞 那這個也都政府要向我們市民解釋 究竟深圳醫院那個的醫生 他們如果是負責手術或者治病 他們有沒有這個專科醫生的訓練的資格呢 有沒有那個醫療醫生的質素的保障呢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對香港的病人來說 香港的病人有沒有選擇 我們可不可以選擇 留在香港公立醫院那裏接受治療 而不是北上給你送上去深圳 或者大灣區裏面的其他醫院呢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如果是的話 那他們在香港的家人 是不是要跨境上去大陸那裏探病呢 那所以我們覺得呢 這個計劃其實都是很不清晰 那至於你說會不會是打開道門 是引進大灣區的居民 非港人都可以跨境過來香港的公立醫院那裏做呢 那如果是這樣呢 就更加災難性 那民主黨是一定反對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呢 其實已經是那個承載能力是已經是嚴重不足 人手也都不足的 病床也都不足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是必須要公開承諾 香港公共醫療服務 只會是留給香港居民使用 而不會是沒有那麼大的頭 弄那麼大頂帽 就把整個大灣區的醫療需求都揹上身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其實也是我們覺得呢 因為特首呢 沒有好好的站在港人的利益的立場呢 是去向中央反映 這個大灣區的協議框架呢 這樣的干擾呢 究竟對香港的那個醫療的衝擊 對香港市民的公共醫療服務質素的那個保證 那我覺得呢 政府應該是出來交代清楚的 謝謝